這應該是史無前例的狀況了吧 高檔牛排竟然可以外帶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不外出用餐了 所以星級飯店就推出了這樣的新招 另外還有整桌的經典中式餐點 也嚇殺五折 粉嫩樂眼牛排 在高溫鐵板上 油脂肉汁順流而下 16盎司的厚實份量 在300度的鐵板上減到3分熟度 打造成鮮嫩Q彈的夢幻口感 盎司數的話跟業界比起來 其實明顯大了很多 那價格的話就相對比 平常在餐廳用餐的話 金額還要低一些 所以多車都可以吸引到其他 像是小鋼家 從沙拉主食 湯品到甜點 浪漫細食外帶餐回頭率爆表 一天就能賣上6到8套 但要比CP值 另一家星級飯店 則是推出超狂的中餐 打7折外帶回家 五花肉下鍋油炸一分鐘 鎖住肉質水分 大火快炒下 放入整道菜的精華麥芽糖飯炒 成盤後表面油油亮亮 還帶點焦糖香氣 包含了江浙菜息 然後還有川菜 跟一些台菜式的料理 所以其實我們的一個套餐 就可以吃到非常多元的菜色 從冰捲珠漸冷盤 到下飯的蟹黃豆腐堡 椒鹽雪魚 還有四道港點 四人份餐點一字排開 算下來一個人不到千元 就能吃到星級美食 在餐廳內使用 跟外帶的比例 以及外送的比例上 也是從原本的 比如說9比1 然後已經稍微已經改變到 就是6比4 如果只有一個人宅在家 重口味的 則有主廚秘制的 獨門辣椒炸雞 配上滋滋泡菜的韓式便當 想吃口感 還有炸到金黃酥脆 飽滿蝦肉 在嘴裡彈挑的海鮮便當 統統百元有找 比較符合花蓮人在地的消費水準 那也可以讓一些上班族 那來享用這些便當 人潮就是前潮 心急飯店對抗肺炎疫情 你是操作找商機 東森台電新聞 我們配語楊昭 許靜又黃一鳴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